下面我们开始讲解本章另外一个关键点 金融资产的分类 我们先要看的第一个重点是 金融资产的分类的标准是什么 它分成几类 金融资产根据它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还有你的金融资产的流量的特征 将它分成三类 什么叫业务模式呢 我们后面会讲 简单说是仨模式 第一个模式就是倒点解析解本模式 第二个是倒点解析解本加出售模式 第三个是出售模式 这是三种模式 什么叫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呢 这块说的所谓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就是按照说好的点解析 说好的点解本的这个流量的这么一个节奏 来安排它的流量 这里面根据这两个分类标准 将金融资产分成三类 第一类叫贪于成本计量 这里面指的是应收账款呢 贷款呢 债权投资都叫以贪于成本计量 第二个呢 叫以供应价的计量变动 入其他综合收入的金融资产 主要代表的是其他债权投资 请注意啊 这个是分类过来的 而这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不是分类过来的 叫直接指定 那你干嘛在这写呢 因为他的确属于这一类 但他不是分类过来的 我再稍微的重复一遍 这块有点绕 如果他要说分类 应该只有其他债权投资属于这一类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是分类过来的 是人为直接指定 指定为以供应价计量变动 入其他综合收入 考试的话呢 如果说金融资产分几类 包括谁 你记得啊 这个不是分类过来的 是人为指定的 只是因为他也叫 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 入其他综合设的金融资产 所以说我就写到这了 严格来讲 这种写到这 是不太很严谨的 因为从分类的序列里面 是没有这一项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是分类过来的 我再出复一遍 他不是分类过来的 他是直接指定过来的 分类的话 人家叫其他债权投资 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 如果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说的是短线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你先把这三类搞清楚 再被一遍 第一类叫什么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包括有谁 债权投资 应收账款 贷款 还有一个的话呢 叫以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个只有 只有 只有其他债权投资 不包括 不包括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是人为指定 指定 指定过来的 他不是分类过来的 第三个 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这个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好了 这是他的分类的三个尺度 走 管理模式到底几种啊 不是说了吗 三种模式 就看你怎么管控了 第一个模式 叫什么来的 你先看看啥叫模式吧 一有模式决定 他管理金融资产的流量 到底是怎么个操作 是 收取流量 这是第一个模式 什么叫收取合同限制流量 翻译成正常的人话 就是 到点节息 到点收本 这叫收取合同约定流量 第二个是 出售他 两者兼有 出售是第三个 两者兼有是第二个 你看他这应该把这个写成第二 这个写成第三就好了 来再来一遍 收取约定流量 这是一个模式吧 然后收取约定流量和出售他 两者兼备 然后第三个是出售他 仨模式 那你告诉我 那个贪欲成本是哪个 贪欲成本是这个 这也是贪欲成本 出售他是那个短线投资 两者兼备时说的那个 以公允价值计量变动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说的是其他债权投资 确定管理模式时要注意几个方面 这些属于判断题 第一个在金融资产组合的层次上 确定管理金融资产的模式 没有必要单个金融资产一个一个确定模式 通俗说的话呢 它是按照组合方式认定它的模式的 比方说呢 我带出去一批款项 带出去好多笔款项 然后呢 我们有一波贷款是按照收取合同流量模式 有一波贷款做短线操作模式 那么在这的话呢 我甭管怎么分 我都是一波一波的分 没有说一个一个贷款分 第二个 一个企业可能同时采取多个模式 没错 我刚才说了 你这带出去好多款 有一批用约定的流量 有一批就是短线操作 一般怎么玩呢 就是如果说呢 我这个贷款带给的是一些大的国有企业 非常稳定的 而且升值效率非常稳定 但不是特别快的 我一般都用这种倒点结析 倒点收本模式 如果说呢 我现在带出去的是这个什么 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新兴企业 或者叫什么独角兽 它本身的话呢 有太多的风险和不稳定 那我玩的话呢 就按照的短线操作可能更合适 所以说的话 可以用多种模式来同时管理 第三个 企业应当以管理人员的决定 来对金融资产进行管控模式的分析 在这儿的话呢 也就说到底是用短线的 还是用到底节系节本的 还是两者兼备的 得看管理层最后是怎么敲定的 第四 业欧模式并非企业自愿 为什么呢 往往是根据你目前所处的形式 而进行的一个最佳决策而指定的模式 你比方说现在疫情当前 那我这个贷款的话呢 如果它是一个不良贷款 我尽快要把它收掉 我不可能都拖着 越拖的话越死 如果说呢 我现在的话呢 疫情已经结束了 这个行业是在蒸蒸日上 我带出去给他这个钱 慢慢带一呗 招啥姐 就是采取合同约定流量 更加合适 更加符合这个企业的利益 他往往不是说你自愿指定的 你往往要根据自己所处的情态 你得算出自己最合适的路径 知道吗 所以说呢 以实际的目标所设定的活动来进行反映 你到底怎么操作的 第五个 应当以客观事实为一具确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欧模式 不能够以按照合理预期不会发生的情形为基础 也就是说呢 我判断模式的这个尺度和前提标准 是以正常背景来展开的 你比方说呢 我贷款给一个国企 比方中石油 那在这的话呢 中石油的这个贷款应该是很稳定的 虽然收益不太高吧 但是很稳定 不会赖账 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收取流量来进行所谓的核算它的模式 这种情况下 往往以贪欲成本企量 但是呢 有一个前提 如果中石油出现了严重的财危机 当然这种情况是非常的概率低 但是如果这样出现的话 我肯定要临时不得卖掉 急时不得抛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是说你当初的模式选择是错误的呢 不是的 我选择这个模式是根据目前的常态来分析的 我不要把那些特殊情况 不要把那些极其意外的事项作为参考指标 知道吗 这些呢 听懂就行啊 听懂就行 再来 收取流量为模式 来来看这个模式 收取合同流量为目标 这就刚才跟你说的 到点收息 到点结本模式 这种模式下 管理金融私产 只在通过在金融私产存续期内 收取合同付款来取得现金流 而不是通过持有并出售它 获得整体回报 这个呢 翻译过来就是 到点收息 到点收本模式 不是等着这个什么价差 赚绿差的 因为这个出售模式的话呢 是指着价差值版 你看那个炒股子 炒债券呢 它不就是快进快出 赚价差吗 我们这个不是 我们这个是到点结析 到点收本 按照这个说好的这个锁定条件 去把这个钱收回来 这是我的模式操作 来我们看看备注 第一个 为减少因信用恶化 所导致的潜在信用损失 而进行的风险管理活动 它和你这个模式的定位 没有矛盾 比方说呢 我带出一笔款项 这笔款项呢 我们当它的管理模式定为 以收取合同约定流量为模式 也就是到点结析 到点收本模式 但是呢 你说我采取这个模式的话呢 我这个贷款带给他了 我肯定要担心他 能不能还钱呢 我得定期的 给他催一催收 而且派一些人的话呢 去盯一盯这事 包括甚至为了担保 他这个钱能收得回来 我会采取一些 非常的金融手段 这些操作都是为了 不让他出现信用损失 这和他整个贷款定位 以收取合同流量模式 没有矛盾 第二个 到期前出售金融私产 即使与信用风险管理活动无关 但出售是偶发的 或者说是单独汇总出售的额度比较小 即使是频繁发生的 金融私产的模式定位 依然定成以收取合同流量为目标 什么意思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持有了100个贷款 这100笔贷款呢 我们都用收取合同流量为目标 结果呢 因为各种原因吧 在到期前一个月 我卖掉了其中的10个 在这种情况下 离到期非常非常近了 我卖掉其中的10个 显然这10个可没有坚持到 到点接息 到点收本 它出现了所谓的违约 那你告诉我 剩下的这90个 要不要改名叫以出售为目标呢 不用 还维持以收取流量为目标 因为你离到期日非常近 约等于不违约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呢 这100个贷款 结果的话呢 我对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金额占到千分之一 或者百分之一 做到了所谓的出售了 没有以收取流量为目标 就是管控这个少量的这笔贷款 因为你中途出售的话呢 你就违背了当初的这种承诺嘛 严格来讲 你卖到的这个少量的贷款 的确是违反了收取流量这个目标 那么剩下的话呢 要不要改模式 不用改 因为你卖掉的这个部分 金额量太少 意思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看这儿 到期前出售金融资产 那么如果出售是偶发的 或者说是单独汇总的出售频率 虽然很多 但是金额加低块 没多少的 这种情况下叫约等于不违约 那么剩下的金融资产 依然定性为以收取合同流量为目标 不用改名 第三个 出于可解释的原因 并且证明出售并不反映业务模式的改变 出售的频率和出售的价值 在特定日期内 增加不一定与收取流量为目标的模式相矛盾 他这个太绕嘴了 就是说有据可查 而且的话 这个本身 你的频率 你的价值 对整体的收取流量的目标模式 没有矛盾 这种情况下 也是不改变其原有的模式 第四个 出售发生在临近到期 我刚才说过了 马上要到期了 这种模式的话 我就算出售的话 违约了 但是他整体还是认为他不违约 因为你离到期日太近了 这些是典型的判断题 看明白意思就行 看个例子 假公司买了一个贷款组合 这个贷款组合中 有包含已经发生信用减损的贷款 如果贷款不能够按期偿付 假公司将通过各种方式来催收 邮件 电话 派人去催 而且签了一个利率互换合同 将贷款组合利率由浮动转化为固定 这是典型的 为了保证贷款的如期收息收本 而采取的一个保障措施 那么这种措施的话 和你收取流量为目标的模式 是不产生矛盾的 看一下 假企业管理它的模式是收取流量 预期无法收回全部的流量 因为它有些损失了 但是对整个模式的定位 它和你的这个催收措施 催收手段 催收保障的一些相关的手段 是不产生矛盾的 你虽然进行了催收 你虽然进行了相应的什么利率互换的保障 但是这个贷款的定位 收取合同流量的这个特征 没有真正改变 第三个 以收取合同流量和出售它 为两者兼备目标 我刚才说了 EU模式有三个 刚才咱们聊的是 约定集息 约定接本模式 这个是约定集息 接本加出售模式 两者兼备 在同时 以收取合同流量和出售它 为兼具模式的目标模式下 企业的关键管理人员认为 收取合同流量和出售金融资产 对于它的实现目标而言 是不可或缺的 与以收取流量为目标的 业务模式相比 这种模式的话 它强调的出售的频率和金额 更大一些 要不懂叫连者将备吗 因为出售金融资产 是其业务模式的目标之一 在这种模式下 不存在出售金融资产的 频率和价值的明确界限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目标里面 加上了出售目标 这叫两者兼备 什么意思呢 我这个贷款的管控方式 我不是说 我把这个贷款一定要拿到到期 到点节息 到点收本 我采取的是 我又到点节息 我又关注它的 目前的市场行情 如果说我发现 这个出售 它能够挣更多的钱 我会在达到条件合适的时候 把它卖掉 赚取价差 属于收取流量 和赚取价差 两者目的并重 这种模式叫二者兼备模式 假银行持有金融私产组合 满足它的每天的流动性需求 假银行为了降低它的管控成本 高度关注金融私产组合的回报 这个回报包括收取合同流量 到点节息节本 和卖掉它的双重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 就应该定型为 收取流量和出售它 两者兼备业务模式的这么一个管控目标 这种情况还叫什么 以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入其他综合税的金融私产 就是其他债权投资的意思 你看这个定位就是 两者兼备 以收取合同流量和出售它为二者兼备 再看其他模式 出售它为目标 卖掉它 如果企业管理金融私产的业务模式 不是以收取合同流量为目标 也不是收取流量和出售它兼备目标 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卖掉它 那就是以出售它为目标 这种定型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私产 就是短线投资 这种情况下就纯粹是炒 三个模式 说完了 什么叫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所谓金融私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是金融工具合同约定的反映金融私产经济特征的现金流量属性 这个呢就不好说人话 什么叫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比方说呢 你这持有一个贷款 这个贷款的话呢 到每年的4A号 按照年率10%来结一次息 在这的话呢 一直滚动五年 那么每五年的什么这个点 它就给你结息 按照规定标准结 这就属于它的流量特征 就每年有个固定的数额 到点的话再把本还了 还有一些流量特征是 中交部结息到期一次结息结本 这也是一种流量特征 这个流量特征的话呢 其实就是你合同怎么锁定的 什么点 什么标准 结多少钱 企业分类为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私产 和以供应计量变动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私产 其合同流量特征 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我告诉你 这都不好说人话 什么叫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我给你翻译一下 意思是 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通俗说法就是 到点说好了 结多少钱 你就按多少钱给人家结 定点 定息 定额 按照说好的节奏 结息结本的这个流量特征 就叫基本借贷安排 相关金融私产在特定日期产生的流量 仅为本金以及未偿付本金为基础的利息 不就是到点结息 到点结本吗 这就叫基本借贷安排 这说的是谁啊 贪余成本计量的 以供应计量变动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这两个金融私产 都属于这种到点结息 到点结本的流量特征 我们说的再摆这 他这个贪余成本计量的 包括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私产 主要指向的就是买公司债券 本金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本金呗 这个本金还用解释吗 就是初始确认时的供应价 可能会随着你的还款节奏 出现本金的波动 利息是指的时间价值 未偿付本金 以及信用风险和借贷风险的 等等的一个对价 这些的话呢 看个大概就行 了解一下就可以 金融私产的具体分类 看一下 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应当分类为以贪余成本计量 第一个 管理它的模式 以收取合同流量为目标 这叫倒点阶息 倒点收本目标 第二个 你的金融私产的流量特征是 以本金为基础 按照它约定好的节奏 测算利息和倒点收本 这么一个流量特征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 你的第二个特征 第二个条件 就是公司债券的条件 类似于它 你看公司债券就到点 接息接本 贷款也是 应收账款也算 银行存款也算 这些都是 这两个同时具备 同时同时具备 应该叫贪于成本计量 你看我们对对号 银行账款是不是 是 贷款是不是 是 债券投资也是 他们仨的话呢 都属于 倒点阶息 倒点收本 管控模式 然后本身你买的这个对象 本管贷款的 本管这个应收债券的 包括这个公司债券的债券 它都是约定点 约定标准 约定利率 算本金和利息 两条同时具备 定性为贪于成本计量 具体包括 银行存款 贷款 应收账款 债券投资 背过它 同时具备如下条件 定位以公允计量变动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第一个是 我的管控模式是两者兼备 收取合同约定流量 和出售它二者目标兼备 第二个 第二个和刚才这个第二个 是一样的 看 这个第二个是什么 特定日期产生流量 包括本金 以及为偿付本金 为机制利息 这个条圈跟它说的完全一样 也是在特定日期产生流量 为本金和为偿付本金 所测算利息 这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第二个类型 它的标的物 这个金融工具 和第一个类型的金融工具 是一类 就是刚才说的 贷款呢 应收啊 公司债券啊 如果符合这两个特征的 就应该定性为 其他债券投资 只不过它多了一个模式呗 出售它双重模式了 来 重复一遍 收取合同流量 出售它 两者目标兼备 而你的标的工具 必须是 本金和按照本金测算的利息 这种尺度 约定的流量 两条同事具备 认定为这一类 这个说的是其他债券投资 有点不对啊 你应收账款 刚才说的是贪欲成本计量 应收账款 还有一个管控模式 就这个模式 应收账款 如果是按照这个模式 来管控的话 它就不叫应收账款了 它就叫其他债券投资 但是你像刚才我说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可不是这一类 我刚才说过无数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是人为指定 人为指定 人为指定 不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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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的话 只有这一个 叫其他债券投资 为啥呢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是买股票 股票有没有到点 接西接本这双 没有啊 所以说你看股票类 这种权益工具的投资 从来没有分为 什么贪欲成本技能 从来没有贪欲成本技能 除非它是双性证券 那种情况 单说股票类的话 这种证券投资 它一般就定型为 出售为目标 但是不会出现 贪欲成本 和什么双重目的兼备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我们刚才说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也叫以供应计量 变动入其他生活收益 那是人为指定 不是分类过来 按照分类 它是根本都不够条件 那第二条就不够 你股票哪有什么道点 接西接本这双 第三个 两者之外的 那就以出售为目标 就是除了刚才 一二之外的这个 金融资产 你出售为目标吗 定型为 以供应计量变动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金融资产 这个呢 一般也是买债券 买股票其实也可以 在这儿的话呢 也包括一些直接指定的 以供应计量变动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也在本科目描述 什么叫直接指定呢 你比方说 投资性主体持有的股份 真科基金持有的股份 就叫这个类型 人为指定的 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满足如下条件之一 表明它是交易性的 也就说呢 我们刚才说的第三类 这不短线投资呢 这就属于短线 你凭什么说它是短线 它说如下条件之一 就是短线 第一个 我们拿到的目的 就是为了卖 这不结了吗 炒作呢 买的目的 就是为了近期把它卖掉 这是短线投资的 最典型特点 如果是金融负债 那就是我们发现的目的 就是为了近期把它回购 相关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 在初始确认时 属于集中管理的 可辨认金融工具 组合的一部分 有证据表明 采取短期获利模式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的管控金融工具的 模式操作是短线操作 第三个 相关金融资产 金融负债属于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 一般都定性为这个 叫交易性 它是符合财务担保 定义的衍生工具除外 这些的话呢 我们一般定为 衍生工具 都定性为交易性 短线操作的 下列投资 通常分类为 以供应计量变动 若当期损益的 像买股票的 买基金的 买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这三个 为什么分为第三类呢 是因为 它不符合哪个特征 就是 到底结析结本的特征 没有这个流量特征 它没有我们说的 那个合同约定流量特征 所以说 它肯定不是前两类 至于说呢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被指定为第二类 那是人为指定的 根本不是分过来的 分的话呢 一般这三个都分为 短线投资 因为无论是股票 无论是基金 无论是可转债 都不具备 到底儿收息 收本的这种流量特征 权益工具的分类 这个咱们前面 讲长头是说过 达到重大影响会议上的 控制的是 母对死的长头 成办法核算 共同控制 重大影响的是 重大影响属于 联营方对联营企业投资 长头权益法 共同控制是 合营方对合营企业投资 也是长头权益法 达不到重大影响的话呢 上市公司股份 短线的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长线的叫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 这是人为指定 非上市公司肯定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因为非上市公司 是没法做短线炒作的 来再看看 金融工具分类的 特殊规定 达不到重大影响的 这就讲过了 短线的交易性 长线的上市公司的 叫什么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非上市的话呢 只能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图画过好几次 画过好几次 而这里面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强调的是指定 记者强调的是指定 来我们最后把它穿起来 一游模式 以收取流量为模式 这是贪欲成本企量的金融资产 它的科目 有银行存款 有贷款 银行账款和债权投资 收取流量和出售 它双重模式的 是以供应企量变动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个只包括其他债权投资 以出售它为目标的 这个定型为 以供应企量变动 入当期死尼的金融资产 它的科目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没到重担一想 不存在短线运作的 这种情况下 或者持有非上市公司 达不到重担一想的 这种情况下 我是人为指定 注意这个词 这可不是分类过来的 人为指定 以供应价值计量变动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它的名字叫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来看个题 展示一下 假公司对购入债券的 业务模式为收取流量 为目标 条款决定 在特定日期产生流量 仅未对本金 以及未偿付本金 为基础的利息来支付 谁分类为哪一个 这个债券投资 贪于成本 没算C呢 这还用问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金融资产的定位 分类 以及它的模式的关联 全部讲解完毕 这是本章相对来讲 比较难理解的 另外一个知识点 刚才会的用不足 也是本人看的 因为你可能会认识 这还会认识 会认识 是上海的 不足 传统来的 你好 里面